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技巧叫做 左手悶音 對於原本學木吉他、中途相傳、電吉他的朋友 在遇到左右手的悶音上都會有點困擾 今天針對左手悶音的技巧 我專門挑了一首歌的Riff讓大家練習看看 這首是來自槍拿紅膠的Can Stop 練完保證功力大增 我們一起來學會看吧 OK 那我先來講解一般左手悶音會遇到的狀況 比如說我們食指壓音的時候 下面的弦我們就要用剩下的指節輕輕地放在弦上面 去做悶音的動作 把聲音悶住 那麼我們會得到這樣子的聲音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用指尖輕輕觸碰上音跟弦 去做悶音的動作 那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我們用拇指壓第六弦的根音的時候 剩下其他手指我們就去幫忙做悶音 那再來彈第五弦空弦的悶音就更容易了 比如說我們壓一個Am和弦 我們只要用五指輕輕地扣住琴琴 把它放在第六弦上 我們就完整的動作 那我們來稍微講解一下這首歌 它的更音大概會是坐落在哪些位置 那第一個和弦呢 我們要用一指 壓在第五弦的第七格 那剩下的東西就是悶音處理 OK 那第二個小節會稍微困難一點 我們要用拇指悶住第五第六弦 然後我們要彈的是第四弦的根音部分 剩下的弦我們就用食指去幫忙做悶音的動作 OK 第三小節是用拇指扣住第六弦 好 我們要用拇指壓第六弦的根音 那我們壓在第六弦的第七格 那第四小節 它的根音一樣是用拇指去壓第六弦 不過是在第八格 OK OK 那我們要注意的是 我們在彈悶音的時候 音跟音之間都是要去獨立的 這樣才可以做到一個很乾淨的聲音 OK 那我們直接進入歌曲的示範吧 我們在 edit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去做一個很青勇 然後還是要去做一個很簡單的聲音 天啊 我們算是最大小的音樂 我想這樣看 好嗎 跟音樂中 或是在音樂中 by bwd6